为了照顾成人自闭症患者花莲黎明教养院募资筹建黎明喜乐园 历经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7号举行竣工典礼 虽然包括工程与内部设施仍有新台币4500万元的缺口 但若募捐顺利渴望在下半年迎来第一批注客 财端法人台湾基督教门若惠董事长宋淑荣表示 黎明教养院目前有33位肯纳症院生 随着年龄增长所需要的照顾生活空间都不一样 喜乐园的设立不仅可以让他们安心老去 也能够增加照顾人数至72人 舒缓家庭的负担 但是我们还有许多的缺口 可是我们看见我们经历了四届的董事会 三任的执行长 许多同工同仁出心出力 我们看见我们的正方营照 我们看见我们的花莲县政府各局处 提供给我们的爱与关怀 上帝的爱在你的心中点燃 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起来爱为小的弟兄 我们喜乐园从在花莲地区的现在服务33位 到现在来喜乐园的成立 我们可以服务到72位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感谢的时刻 大家都晓得 一个交易的水平 特质交易是一个指标 一个国家的发展 神心照顾的照顾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乏 所以这几年长期来 非常地感谢 基督教门洛 移民机构 在我们花莲 为身心障碍的朋友 服务协助 教育 让他们能够自立自主 立足于社会 这是我们 从事身心障碍服务 非常重要的衣服 不过虽然黎明喜乐园建筑 与环境目前已完工 但是无障碍设施 病床等内装设施 却还有带各界的募款支持 黎明教养院预估 目前仍需要 新台币4500万元 就可以让17位的肯纳尔入住 记者凌杰 收风箱采访不到